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此陈老来至河边,道 兄弟,你两个议定哪一个先下水? 各位,我两个手段不见惨的,还得你先下水 不瞒行李说,若是山里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 水中之事我去不得 就是下海行江,我需要撵着避水绝,或者变化什么鱼蟹之行才去的 若是那般撵绝,却轮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 我久知你两个乃灌水之人,所以要你两个下去 哥呀,小弟虽是去的,但不知水底如何 我等大家都去,哥哥便做什么模样 或是我驮着你,分开水道,寻着妖怪的巢穴 你先进去打听打听 若是师父不曾伤损,还在那里,我们好努力征讨 假如不是这怪弄法,或者咽杀师父,或者被妖吃了 我等不许苦求,早早地别寻道路何如 先得说得有理,你们哪个驮我 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金饭原来不会水 等老猪驮他,也捉弄他捉弄 呆子笑嘻嘻地叫道 哥哥,我驮你 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将计就计道 是,也好,你比物竞还有些履历 八戒就背着他,沙僧抛开水路 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 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 那呆子捉弄行者 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便做假身 扶在八戒背上,真身便做一个猪狮子 紧紧地贴在他耳朵里 八戒正行,忽然打个龙肿 得固子把行者往前一贯,扑得跌了一跤 原来那假身本是毫毛变的 却就飘起去无影无形 沙僧道 二哥,你是怎么说 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里便也罢了 却把大哥不知跌在哪里去了 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 兄弟,莫管他死活 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 不好,还得他来 他虽水性不知,他比我们乖巧 若无他来,我不与你去 行者在八戒耳朵里忍不住高叫道 无敬,老孙在这里 沙僧听得笑道 罢了,这呆子是死了 你怎么就敢捉弄他 如今弄得闻生不见面,却怎是好 八戒慌忙跪在泥里磕头道 哥哥,是我不是了 带救了师父上岸培里 你在哪里作声就影杀我也 你请献原身出来 我拖着你再不敢冲撞你了 是你还拖着我嘞 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 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诵着培里 爬起来与沙僧幼近 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 胡抬头望见一座楼台 上有水源之地四个大字 沙僧道 这乡像是妖精住处 我两个不知虚实,怎敢上门锁站 无敬,那门里外可有水吗 无水 酒水,你再藏饮的左右 带老孙去打听打听 好大声,爬离了八戒耳朵里 却又摇身一变,变作一个长脚虾婆 两三跳就跳到门里 睁眼看时,只见那怪坐在上面 众水族百列两边 有个搬衣贵婆坐于侧手 都商议要吃唐僧 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 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 竟往西廊下立定 行者跳到边前称呼道 嬷嬷,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 而唐僧却在哪里? 虾婆道 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 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 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 就奏乐享用也 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儿 静止寻到宫后 看国有一个石匣 却像人间草坊里的猪草 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 梁梁足有六尺长短 却浮在上面听了一会儿 只听得三藏在里面 盈盈地哭嘞 行者不言语 侧耳再听 那师父错得哑响 跟得一声道 自恨降流 命有欠 生时多少水灾产 猪娘胎腹逃波浪 拜佛西天堕妙渊 前欲黑河身有难 今逢兵解命归全 不知徒弟能来否 可得真经反顾缘 行者忍不住教道 师父莫恨水灾 精云徒乃五行之母 水乃五行之缘 无土不生 无水不涨 老孙来了 三藏闻得道 徒弟啊 救我呀 你且放心 待我们擒住妖精 管教你脱难 快些下手 再听一日足足闷杀我也 没事没事 我去也 急回头跳江出去 到门外陷了元神教 不见 那呆子与沙僧尽道 哥哥 如何 正是此怪骗了师父 师父未曾伤损 被怪物怪在石霞之下 你两个快早挑战 让老孙先出水面 你若勤得他就勤 勤不得做个洋书 引他出水 等我打他 哥哥放心先去 待小弟们剑冒变色 这行者撵着臂水绝 钻出波中 停离岸边等候 不提 你看得猪八戒行凶 闯着门前 立声高叫 破怪物 送我师父出来 慌道的门里小妖急报 大王 门外有人要师父嘞 要挟道 这定是那破和尚来了 快去披挂兵起来 众小妖连忙取出 妖邪结束了 执兵器在手 急命开门 走将出来 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 见妖邪怎生披挂 好怪物 你看他 头戴金盔 黄窃灰 身披金甲 撤红衣 腰围宝带 团朱翠 足踏烟黄血样旗 鼻肿高龙 如乔耸 天平广阔 落龙衣 眼光闪着 圆海豹 牙齿 钢峰肩幼齐 短发蓬松 飘火焰 长须潇洒挺金锥 口咬一枝 清嫩枣 手拿酒 半吃同锤 一声一哑 门开出 响似 翻春 惊蛰雷 这等形容 人是少 赞称 灵险 大王 威 妖邪出的门来 随后又有百十个小妖 一个个 轮枪 无剑 摆开两绍 对八戒道 你是哪四里和尚 为神到此宣扰 哼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破误 你前夜与我顶嘴 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 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 往西天拜佛求经着 你故弄玄虚 假作什么灵感大王 专在陈家庄 要吃童男童女 我本是陈清嫁一成金 你不认得我吗 你这和尚甚没道理 你便作一成金 改一个冒名顶替之罪 我倒不曾吃你 反被你伤了我手背 以此让了你 你怎么又寻伤我的门来 你竟让我 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 冻结剑兵害我师父 快早送我师父出来 万事皆休 哼 牙蹦半个步子 哇 你只看看手中爬 绝不饶你 妖邪闻言 唯唯冷笑道 哼哼哼 这和尚麦此长舌 胡夸大口 果然是我坐冷下雪洞河 赦你师父 你今嚷上门来 思量取讨 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 那时节我因附会不曾带的兵器 误中你伤 你如今且休要走 我与你交敌三河 三河敌得过我 还你师父 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 哼哼 好乖儿子 正是这等说 仔细看那爬 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 我的儿 你真可有些灵感 怎么就晓得我是半路出家的 你会使爬 想是顾在哪里中原 把他钉爬拐将来也 儿子 我这爬 不是那筑地之爬 你看 锯齿筑就如龙爪 迅金壮来四蟒行 若逢对敌韩风洒 但欲相持火焰盛 能与圣僧出怪物 西方路上捉妖精 轮动烟云遮日月 拾开瞎才赵分明 驻倒泰山千虎帕 掀翻大海万龙京 饶你威灵有手段 一注虚脚 久哭了 那妖邪哪里肯信 举铜锤劈头就打 八戒使钉爬架住道 你这破物 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 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 你会使头锤 想是顾在哪个银匠家扯炉 被你得了手偷僵出来的 哼 你得了手偷还从仙怨鸣 绿坊子弟姚池老 素质清香 必找生 因我用功团练过 剑如刚锐 彻通灵 枪刀剑己魂难赛 岳父割锚莫莫感惊 纵让你爬能力刃 躺着五锤 蹦折钉 杀和尚见他两个攀化 忍不住进前高叫道 那怪物羞得浪言 古人云口说无凭 做出便见 不要走 且吃我一仗 妖邪使锤敢驾驻道 嗯 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 你怎么认得 你这个模样 像一个莫博士出身 如何认得我像个莫博士 你不是莫博士 怎么会使赶面杖 你这孽障 事也不曾见 这般兵器人间少 故此难知保障名 出自月宫无影处 索罗仙墓 捉摸城 外边欠宝 霞光药 内里钻金 锐气宁 先日也曾陪玉宴 今朝秉政 保唐僧 西方路上无知时 上界宫中 游大明 换作降妖 珍宝杖 管教一下 遂天灵 那妖邪不容分说 三甲变连 这一场在水底下好杀 同锤宝杖与钉扒 物能故境 战妖邪 一个是天蓬林世界 一个是上将将天涯 他两个 夹攻水怪 是威武 这一个 独底神僧 是可夸 有分有缘 成大道 相生相克 饼横杀 土克水 水干见底 水生木 木望开花 禅法参修 归一体 海丹泡链 扶三家 土师母 发金牙 金生神水 缠鹰娃 水为本 润木华 木有辉煌 烈火侠 传出五行 皆别一 雾兰变连各征刹 看他那 同锤酒瓣 庄明好 保障千丝彩绣家 他按阴阳 分酒药 不鸣谢树 乱如麻 捐去弃命 因僧难 舍死忘 身为使家 致使铜锤 忙不坠 左遮宝 仗右遮旁 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个时辰 不分胜败 猪八戒料到不得赢他 对沙僧丢了个眼色 二人诈败阳叔 各托兵器 回头就走 那怪物叫 小人 小的门 扎住在此 等我赶上这丝 卓将来 与如等凑吃呀 你看他 如风吹败叶 似雨打残花 将他两个赶出水面 那孙大圣在东岸上 眼不转睛 只望着河边水势 忽然间波浪翻腾 寒声嚎吼 八戒先跳上岸道 来了来了 沙僧也到岸边道 来了来了 那妖邪随后叫 哪里走 才出头被行者喝道 对 看棍 那妖邪闪身躲过 使铜锤急驾相还 一个在河边涌浪 一个在岸上示威 打上手 未经三合 那妖遮驾不住 打个花又催水里 随此风平浪西 行者回转高崖道 兄弟们 辛苦啊 哥 这妖精 他在岸上绝道不济 在水底也尽厉害了 我与二哥左右骑躬 只占得个两瓶 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 不必迟疑 恐被他伤了师父 各位 我这一句哄他出来 你莫作声 但只在半空中等候 估计着他钻出头来 却使个捣算打 照他顶门上 捉捉实实一下 纵然打不死他 好到也护腾发晕 却等老朱赶上 一爬管教他了着 正是正是 这叫做理营外合 方可济世 他 却说那妖邪拜阵逃生 回归本宅 众妖接到宫中 贵婆上前问道 大王 敢那两个和尚到哪方来 唉 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 他两个跳上岸去 那帮手轮一条铁棒打我 我闪过与他相持 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 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他住 战尾三合 我却败回来也 大王 可记得那帮手 是圣像吗 嗯 是一个毛脸雷公嘴 扎耳朵 折鼻梁 火眼金睛和尚 贵婆文说 打了一个寒金道 大王啊 亏了你十郡 逃了性命 若再三合 决然不得全生 那和尚 我认得他 嗯 你认得他是谁 我当年在东洋海内 曾闻得老龙王说他的名誉 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 混元一气上方太义 金仙美侯王 齐天大圣 如今归依佛教 报唐僧往西天取经 改名换作孙悟空行者 他的神通广大 变化多端 大王 你怎么惹他 今后再莫与他战了 说不了 只见门里小妖来报 大王 那两个和尚 又来门前所站了 贤卫所见甚长 再不出去 看他怎么 急传令教 小的们 把门关紧了 正是任君门外叫 只是不开门 让他禅两日 醒贪了回去时 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 那小妖一起搬石头 塞泥块 把门闭杀 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 呆子新交 旧使丁爬住门 那门 以此紧闭牢关 莫想能够 被他欺爬爬 住破门扇 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 高碟千层 沙僧见了道 二哥 这怪物惧怕之甚 闭门不出 我和你 且回上河崖 再与大哥计较去来 八戒一言 静转东岸 那行者半云半雾 提着铁棒等来 看见他两个上来 不见妖怪 急按云头 迎至岸边问道 兄弟 那话怎么不上来 那怪物紧闭宅门 再不出来见面 被二哥打破门山 看使 那里面都使些泥土石块 石石地叠住了 故此不能得战 却来与哥哥记忆 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 死这般 却也无法可治 你两个 只在河岸上巡视着 不可放他往别处走 带我去来 哥哥 你往哪里去 我上普陀岩 拜问菩萨 看着妖怪是哪里出身 姓甚名谁 寻着他的祖具 拿了他的家属 捉了他的寺林 去来死 秦怪救世 哥 这等干 只是忒费事 耽搁了时辰了 管你不费事 不耽搁 我去就来 好大圣 急纵降光 躲离河口 静覆南海 哪里小半个时辰 早望见落家山不远 低下云头 静置葡陀牙上 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 与守山大神 牧着行者 善才童子 捧住龙女 一起上前 迎着施礼道 大圣何来 有事要见菩萨 菩萨今早出动 不许人随 自入竹林里观完 知大圣 今日必来 吩咐我等 在此后接大圣 不可就见 请在翠岩前 聊作片时 待菩萨出来 自有道理 行者一言 还未坐下 又见得 善才童子 上前施礼道 孙大圣 前蒙圣意 信菩萨不弃收留 早晚不离左右 专世连台之下 甚得善辞 行者知是红孩儿 笑道 你那时节 摩耶密心 今朝得成正果 才知老孙是好人 行者久等不见 心交道 列位与我传报传报 但迟了 恐上无事之命 不敢报 菩萨吩咐 只等他自出来 行者性急 哪里等的 急纵身往里便走 这个美猴王 性急能确保 祝天留不住 要往里边躲 拽步入森林 睁眼偷去着 远观旧苦尊 盘坐趁残弱 懒散怕梳妆 容颜多绰约 散完地窝丝 未曾带阴落 不挂素蓝袍 贴身小傲腹 满腰素紧裙 赤雷双脚 披肩绣带舞 金光两臂薄 玉手持钢刀 正把诸皮屑 行者见了 忍不住 力声高叫道 菩萨 弟子孙悟空 至心常理 菩萨叫 外面伺候 行者叩头道 菩萨 我师父有难 特来拜问 通天河妖怪 跟你远 你且出去 带我出来 行者不敢强 只得走出竹林 对众诸天道 菩萨今日 又重置家世了 怎么不做连台 不装饰 不喜欢 在林里消灭作善 我等 确不知 今早出洞 未曾装束 就入林中去了 又叫我等 在此接候大圣 必然为大圣有事 行者没奈何 只得等候 不多时 只见菩萨手提 一个紫竹篮出林 道 悟空 我与你救唐僧去来 行者忙跪下道 弟子不敢催促 且请菩萨 着衣登坐 不消着衣 就此去也 那菩萨撇下诸天 纵祥云 腾空而去 孙大圣 只得相随 顷刻间 到了通天河界 八戒与沙僧 看见道 师兄姓吉 不知在南海 怎么乱嚷乱叫 把一个 未梳妆的菩萨 逼将来也 说不了 道于何岸 二人瞎拜道 菩萨 我等善干 有罪 有罪 菩萨 急解下一根 树枉的丝韬 将篮 拴定 提着丝韬 半塌云彩 抛在河中 往上溜头扯着 口念 宋子道 死得去 活得住 死得去 活得住 念了七遍 提起来 但见那篮里 亮灼灼 一尾金鱼 还展一眼洞灵 菩萨叫 悟空 快下水救你师父爷 未曾拿住妖邪 如何救得师父 这蓝里不是 八戒与沙僧 拜问道 这鱼儿 怎生有那能手段 它本是我莲花池里 养大的鲸鱼 每日福头听经 修成手段 那一柄 酒瓣铜锤 乃是一只未开的汉蛋 被他运炼成兵 不知是哪一日 海巢范掌 走到此间 我今早扶兰看花 却不见这丝出败 掐指询闻 算着他 在此成经 害你师父 故此为急梳妆 运神功 织个竹篮请他 菩萨 既然如此 且待片时 我等叫陈家庄 众信仁等 看看菩萨的金面 一则留恩 二来 说死收怪之事 好叫凡人信心供养 也罢 你快去叫来 那八戒与沙僧 一起飞跑到庄前 高呼道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 一桩老幼男女都向河边 也不顾泥水 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 那有善徒画者 传下影神 这才是 于兰观音信神 当时菩萨 就归男孩 八戒与沙僧 分开水道 竟往那水源之地 找寻师父 原来那里边水怪鱼精 尽皆死烂 却入后宫 揭开石匣 驮着唐僧 出离波金 于众相见 那陈情兄弟 叩头称些道 哎呀 老爷不依小人劝刘 只令如此受苦 不瞎说了 你们这里人家 夏年再不用祭赛 那大王以此出根 永无伤害 陈老二 如今才好累你 快寻一只船 送我们过河去耶 有 有 就叫结班打船 众庄客闻得此言 无不惜舍 那个道我买为棚 这个道我办高奖 有的说我出绳索 有的说我顾水手 正都在河边上吵闹 呼听得河中间高叫 孙大圣不要打船 花费人家财物 我送你们师徒过去 众人听说各个心惊 胆小的走了回家 胆大的站晶晶摊看 须鱼 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 你倒怎生模样 方头神物非凡品 九柱灵机 耗水仙 夜尾能言千计寿 前身静隐百穿渊 翻波跳浪 冲江岸 向日朝风沃海边 氧气寒灵 真有道 多年粉盖 赖投源 大圣 大圣不要打船 我送你师徒过去 行者抡着铁棒道 我扮你这个孽畜 若到边前 这一棒就打死你 我敢大圣之恩 情愿办好心 送你师徒 你怎么反要打我 于你有圣恩会 大圣 你不知这底下水源之地 乃是我的住宅 自历代以来 祖上传流到我 因我行物本根 扬成灵气 在此处修行 被我将祖居方盖了一遍 立作一个水源之地 那妖邪 乃九年前海啸播番 他敢朝头来于此处 仗乘凶丸 与我争斗 为他伤了我许多儿女 夺了我许多眷族 我斗他不过 将朝鞋白白地被他占了 金蒙大圣 至此大救唐师父 请了观音菩萨 扫尽妖分 收取怪物 将地宅归还于我 我如今团乱老小 再不须挨土帮你 得居救舍 此恩重若秋山 深入大海 皆不但我等盟会 指这义庄上人 免得年年计赛 欠了多少人家儿女 此诚 所谓一举而两德之恩也 敢不报答 行者文言心中暗息 收了铁棒刀 你断地是真实之情吗 因大圣恩德鸿身 怎敢虚谬 既是真情 你朝天都证 那老圆张着鸿口 朝天发誓道 我若真情不送唐僧 过此通天河 将身化为血水 你上来 你上来 老圆却才附近岸边 江山一纵 爬上河崖 众人近前观看 有四丈为援的 一个大白盖 行者道 师父 我们上他身 渡过去呀 徒弟呀 那层冰厚洞 尚且尊瞻 况此原被 恐不稳变 师父放心 我比那层冰厚洞 稳得紧累 但歪歪 不成功果 师父 樊朱众生 会说人话 绝不打狂语 兄弟们 快牵马来 到了河边 陈家庄老幼男女 一起来拜送 行者叫把马 牵在白原盖上 请唐僧 站在马的颈项左边 沙僧站在右边 八戒站在马后 行者站在马前 右孔男员无礼 解下虎金韬子 穿在老袁的鼻子内 扯起来像一条缰绳 却是一只脚踏在盖上 一只脚蹬在头上 一只手执着铁棒 一只手扯着缰绳交道 老袁 慢慢走啊 玩一玩 就照头一下 不敢 不敢 他却蹬开四足 踏水面如行平地 众人都在岸上 焚香叩头 都念 阿摩阿弥陀佛 这正是 真罗汉临凡 活菩萨出现 众人直败地 望不见形影 方回 不提 却说那师父 驾着白原 哪消一日 行过了八百里通天河界 干手干脚的灯岸 三藏上牙 合手称谢道 老袁累你 无物可赠 带我取经回谢你吧 不老师父赐谢 我闻得西天佛祖 无灭无声 能知过去未来之事 我在此间 正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 虽然严寿深情 会说人语 只是难脱本窍 万望老师父 到西天 与我问佛祖一声 看我既是得脱本窍 可得一个人身 三藏详云道 我问 我问 那老袁才脆水中去了 行者随服侍唐僧上马 八戒挑着行囊 沙僧跟随左右 师徒们找大路 一直奔西 这地势 圣僧奉旨拜彌陀 谁远山遥灾难多 一只新城不惧死 白元陀渡过天河 毕竟不知此后 还有多少路程 还有什么胸疾 且听下回分解 不知一面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刚 很高兴和你一起读西游记 第49回 三藏有在沉水宅 观音救难陷于蓝中说道 唐僧被通天河的妖怪 捉去了河底 观音菩萨又一次出面相救 用竹篮将这鲤鱼精收服了 观音菩萨那可真是神通光大 总能在危难时刻出来帮忙 那咱们今天呢 就来说说这位老熟人 观音菩萨 观音是梵文的意义 本一座观世音 根据悲华经记载 他出家前曾发愿 若有众生遭受种种苦难恐怖 只要能够念及我 念诵我的名号 即可谓其免除痛苦烦恼 所以便有了观世音这个法号 唐朝人呢 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之会 去掉了世字 简称观音 此外呢 他还有观自在 观世音 救世净圣等多种称呼 电视剧版的西游记中啊 观音菩萨是女性扮演的 加上观音造像呢 总是清秀俊美 所以有不少人认为 观音菩萨是女子 那么观音到底是男性 还是女性呢 原来啊 为了广化众生 菩萨呢 经常需要视线为各种形象 就是显示 表现为各种形象 称作普门视线 在唐代以前呢 观音菩萨大多以男性形象出现 自唐以后 开始出现慈爱飘逸的女性观音形象 佛教经典《华言经》中说呀 勇猛丈夫观自在 可见观音呢 在佛教原点中是男相 那为什么要以女性形象出现呢 主要有两种原因 首先 观世音拯救的对象是众生 而在众生中 女众所遭受的苦难更多 因此 菩萨多变化为女性的样子 引导解脱 其次 女众心中的柔善 往往胜过男子 所以 观世音 常常以女性之身显示 将世间的母爱 加以扩大 去慈爱一切众生 引导他们 脱离苦海 因此 女相 只是观世音 展示给世人的一种样态 而不是真正的性别 观音菩萨是一位 大慈大悲的菩萨 经常要去化解众生苦难 所以 他的化身特别多 按法华经的说法啊 观音大士 有33种化身啊 那常见的形象有 杨柳观音 千手观音 水月观音 坐帘观音 渝兰观音 等等等等 杨柳观音呢 大概是我们最常见的了 他是 观音菩萨 第一次显化之身 相传啊 中州地区 民风败患 引得上天 降下旱灾 惩罚之人 观音菩萨得知之后啊 就显化前来 他右手持杨柳 左手持静瓶 用杨柳枝 站着静瓶中的甘露 洒向大地 顿时天降大雨 汉情解除 民众也受到点化 从此改过自身 杨柳观音呢 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 是一位女神菩萨 她有一千只手 每只手上都有个眼睛 千手呢 表示辩护众生 千眼呢 则表示辩观世界 一切善恶 千手千眼观音呢 最初供奉于刑海的 白雀庵 这一案院呢 建于南北朝 北周时期 相传 新灵国 庙庄王的 三女儿庙善 一心重活 曾在白雀庵 抽家为泥 庙庄王 为了逼他还俗 放火烧了白雀庵 还烧死了几百尼谷 后来啊 这国王 得了一种怪病 需要用 亲生女儿的手 和眼睛做药引 妙善 不计前嫌 舍出自己的手和眼 为父王治病 庙庄王 非常感动 病语之后 想把女儿封为 全身全眼屋子 为他打造精神 但不小心呢 说成了 千手千眼 由于庙庄王 是天神下界 那说出坏了 一定是金口预言呢 不能再改了 于是 建造金身时 就多做了许多手 许多眼 变成了如今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曾经排演过 千手观音舞蹈 由21位聋哑演员 组成千手观音 在2005年 央视春晚舞台上 大放一彩 给观众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至今为人所称到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读 西游记的文刚 咱们下回再见 百回本西游记 到了第49回 通天河 大概是从长安 到灵山的中间点 取经团走到这里 取经路走了一半 石头四人 在通天河边的 陈老庄里 剿灭了金鱼精 那个专吃童男童女的 所谓灵感大王 这金鱼精 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 养大的金鱼 每日扶头听经 于是修成手段 下凡来做妖怪 剿灭之后 自然要往前走 首先要渡过通天河 这时 老白猿出现了 老白猿 原是通天河的原住户 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居住 到了他这一带 修成一座水源之地 显然是通天河里的 超级无敌大豪宅 所以老白猿 本来应该算是 一个成功人士了 谁知道 金鱼精从天而降 霸占了老猿的房子 打死了他的儿女 夺走了他的眷族 让老猿净身出户 并且无家可归 于是九年来 老猿在通天河里 挨土邦尼 屈居旧舍 最可怜的事 还不仅仅是无家可归 而是在家门口流浪 这几年来 老原就是这样过家门不得入 他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也许是常年受委屈的原因 老原习惯了低眉顺眼 他一出现在读者面前 就是好欺负的可怜项 首先 他是主动来给仕途四人 当做起的 说 不要打船 我送你仕途过去 孙悟空很多疑 以为有诈 马上轮着铁棒喊 我把你这个孽畜 弱到边前 这一棒就打死你 其实老白原对这种粗暴无礼 很是忍生吞气 说 我是敢大圣之恩 好心来送你仕途的 然后把金鱼精 抢他府地的事 说了一遍 孙悟空他们 这才坐上老原的背上 原是淡水鱼鳖类中 体型最大的一种 形象比较丑陋 主要是头部会有油状凸气 所以会被人称为赖头圆 圆的习性是凶悍的 力气也很大 据说在现实中 曾有人在八十公斤的圆背上 放重达一百五十斤的花钢岩石 再站上五个人 他仍能自如爬行 所以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一直有 富人而行的功能 屈原说 成白圆兮 竹文鱼 李白说 裴十四 身其白圆不敢渡 总之 在这些诗文里和传说中的圆 都很强大 不仅有灵性 还彪悍 潇洒 但在西游记里 这只老白圆 完全没有这样的神器 反而是被孙悟空随意摆弄 孙悟空解下虎金涛子 穿在老圆的鼻子内 像一条缰绳 一只脚踏在盖上 一只脚蹬在头上 一只手直着铁棒 一只手扯着缰绳 嘴里还叫着 老白圆 慢慢走啊 歪一歪 就照头一下 一般来说 人老了 面子就值钱 但老圆活了一千多岁 非但不能以老卖老 反而被孙悟空 这么呼呼喝喝 九年来的人辱负重 似乎拉低了 他的自尊和底线 在整部西游记里 被人强占府地的事 并不是仅此一回 另一条河 黑水河 也有一个小陀龙 霸占了黑水河神的 衡阳于黑水河神府 同样的情节 黑水河神的表现 就没有老圆 这么忍生吞气 黑水河神一撞告到 西海龙王那里去 西海龙王 包庇小陀龙 那么黑水河神 就告到天上去 奈何 也见不得御地 但是孙悟空 一到黑水河 黑水河神 就马上赶过来 让孙悟空 为他出气 黑水河神的主动 与老圆的被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势头四人度过通天河后 老圆有一事相求 老圆有一事相求 托他们去问佛祖 他已修行一千三百余年 什么时候才得托本壳 可得人身 唐僧 唐僧答应了 帮他烧画 但是过后慢慢取经路上 唐僧就把这个许诺给忘了 后来唐僧到了西天后 忙于各种汇报工作 以及取经文大事 早把老圆所托的小事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带到他们取了经 要回东土 被护送的金刚半路打下 落到通天河畔 又遇到老白元 故人相见 格外欣喜 老白元毫不犹豫地 负起了渡他们过河的职责 一边想着 这一项惦记的事情 终于有答案了 谁知道他一问 唐僧愣了 随口答应的事 转头就忘了 唐僧辜负了老圆 之前老师的老圆 此时突然发怒了 他马上将身一晃 呼拉地沉下水去 把他四人连马带惊 全甩到通天河里去 忍辱负重的老师人 发起怒来 就是老圆这样子的 想想当年 他何等忍生吞气 听说孙悟空的英名 如雷观耳 他也不主动攀化 也不主动求助 带到孙悟空 把金鱼精收服了 他才报恩来 得知被辜负之后 老师的老白元 可谓血性尽险 其实唐僧师徒四人 在老元的故事这里 体现的是一种势力 如果是有权有势的 领导交代的任务 唐僧未必会忘记 但老白元呢 他太小人物了 所以他的寄托 就被轻易 抛在脑后了 答应他的事 就可以像一个屁一样放掉 老白元的出现 可能是为了写出 人心的势力 也写出了吴承恩 对人性的悲观 吴承恩写出 唐僧的健忘 塑造了唐僧师徒四人 对老白元的肆意折辱 不顾诚信 但是 也塑造了一个 终于忍无可忍 富裕反抗的老白元 我就是要给你 一点颜色看看 管你是什么圣僧 还是斗战圣佛 这样的报复 对于老白元来说 可以说是一种 老诗人之怒 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角色 出现在曲经的中途 然后又出现在 曲经归来之后 首尾呼应 成为一个 连续剧般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 有着特别的犀利 那是人性的揭露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一回 我们将前往金兜山 textning.n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